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习近平跟他的一个好朋友通话 这个好朋友最近被美国通缉 因为美国掌握了他长期指挥一个贩毒集团 向美国以及全世界贩毒的足够证据 马杜罗长期以来在委内瑞拉就从事贩毒活动 实际上以前查韦斯当政的时候 马杜罗就从事贩毒活动 委内瑞拉虽然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可以这么说本来是一个负地流油的国家 也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 但是自从查韦斯跟中共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 委内瑞拉就每况愈下 现在三千万国民有六百万不得不流亡全世界 甚至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 但是马杜罗一活就过得非常潇洒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石油开采成本太高 无力可图 但是他们可以贩毒 因为它是用国家贩毒 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国家 不管什么样性质的国家 对这个毒品犯罪都是严厉打击的 一般来说只有上兴病狂的政权才会去贩毒 比如说中共从延安开始就开始炼制鸦片 然后到现在呢 中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毒品输出国 它的化学病毒非常有名 每年都能造成几十万自由国家的这个年轻人上升 这个川普总统呢 以前曾经多次严厉的要求中共禁止 但中共总是说呢 这些毒品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严厉打击 但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就是你发表一个言论 当局马上就能知道的国家 更何况你制作毒品 制作毒品呢 需要像样的设备 需要场地 需要销售渠道 中共呢 可以这么说 党组织呢 就像癌细胞一样 它已经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整个中国就像一个这个严厉管制的这个大监狱 所以说呢 习近平对这个川普呢 只是在哄骗而已 那个习近平今天为什么跟马杜罗交谈呢 因为马杜罗呢 他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犯罪证据 已经被这个美国政府掌握 美国政府虽然说 长期以来反对查韦斯 这个马杜罗 但是呢 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证据 是不会轻易这个对他下手的 而且呢 据传呢 这个委内马杜罗呢 已经一直在跟美国政府讨价还价 试图通过这个主动下台流亡来换取美国撤销对他的通缉 而在这样的时候 习近平仍然跟他这个 跟他两个在一起像好朋友一样通话 由此可见呢 习近平呢 已经走在了反人类的道路上 而且越走越远 因为他跟这样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罪犯 这个保持着这么一种密切的关系 而且在马杜罗几乎穷途末路 面临头强的时候 给马杜罗鼓降 这个是一种非常这个 应该说是一种 非常糟糕的行为 这种行为只能使得这个美国政府呢 对习近平呢 更加低势 认为习近平呢 是人类的敌人 习近平呢 除了这个马杜罗以外呢 习近平还有两个好朋友 就像小弟一样 一个呢 当然我们知道是另一个贩毒团伙 那就是这个金正恩 朝鲜的毒品在中国其实大名鼎鼎 以前东北的这个冰毒 是在全都部中国 而这些毒品呢 都是朝鲜制作的 因为这个冰毒的生产技术呢 很早呢就被这个 日本人在朝鲜的时候呢 统治朝鲜的时候呢 就已经带去了这个冰毒技术 所以说呢 朝鲜呢 一直把这个冰毒 在全世界的销售 当成一个国家创会的 一个支柱性产业 朝鲜毒品呢 这些年呢 受到很大遏制 因为一般国家 不愿意接纳朝鲜的船只 因为朝鲜呢 只要有朝鲜船只 上面多半就带有毒品 所以中 那个朝鲜的毒品呢 这些年主要泛滥成灾的地方 反而是中国 但是呢 由于中共这个政权呢 实际上主要是在这个 东北战场上打下来的 而东北战场的一个 主力作战部队 就是这个朝鲜级日军 所以说呢 中共历代领袖呢 总是觉得 如果说俄罗斯是爹爹的话 那么朝鲜呢 相当于中共的爸爸 可以这么说 中共对这一个爹爹 一个爸爸 都是非常非常孝顺的 这个习近平的第三个好朋友呢 就是这个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阿萨德呢 毒品 他现在是没有多少机会中了 当然他也在中东呢 从事化学毒品的这个 生产和销售 他现在主要呢 他擅长做这个化学武器 而且呢 最近呢 这个美国已经得到证据 阿萨德呢 使用化学武器 屠杀本国人民 也就是反对派 我们都记得 以前呢 这个萨丹姆 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也是中共独裁者的好朋友 他就是用化学武器 一次就曾经毒杀了一个 城庄五千名村民 所以说呢 独裁者呢 都喜欢用这个化学武器 这个习近平呢 跟全世界这样臭名昭著的 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关系这么紧密 实际上足以证明呢 习近平是人类不共戴天的敌人 而且呢 我相信 他很快就会走上审判台 受到人类的审判 这个另外呢 就是美日呢 现在已经对中共的本质 看得越来越清楚 以前呢 还曾经想与狼共舞 赚点钱花 现在才觉得 这个不是 这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任何人跟中共合作 想赚中共的钱 最后不仅是竹篮子 打水一场空 而且呢 可能要大败亏输 可能要把老本都折去 实际上现在美国和日本 都尝到了厉害 仅仅这个病毒 可以这么说 就把过去几十年里 美国日本的投资商 跨国公司 在中国赚的钱 翻上十倍 也就是说 一个病毒 就能把所有的这个 几十年 美日这个投资商的努力 都化为乌有 所以说呢 现在美日的这个政府呢 已经非常清醒 他们强烈要求呢 美日企业都尽快撤出这个中国 日本呢 是已经拨款 给这个 就是这个投资商 搬家的费用 也就是所有在华的日资企业 都可以向日本政府申请 因为搬迁回日本 而产生的费用 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首席 就是白宫首席 经济顾问库德罗 已经明确提出 就是说呢 政府将会百分之百的 报销所有美商的 撤出中国的费用 包括厂房设备 知识产权和基本建设 也就是说全包了 你搬家 美国政府付款 所以很多网友都猜测了 这样严厉的切割呢 说明美日政府 掌握了中共 制造这个病毒 并且传播病毒的 这个确实的证据 只不过因为 他们现在忙于防疫 现在的军队也不利于作战 更何况现在这个 第七舰队的一些 主力航空母舰 就是美军的 都感染了 船上都感染了病毒 处在一种危险时期 所以呢 美日的这个领导人呢 要讲究策略 他们先把这个企业撤出来 也便于以后呢 方便的向中共宣战 所以很多网友的这种看法呢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因为呢 这个 中共这一次发动的 这个毒品战的确 给人类造成了 前所未有的伤害 而且呢 从现在来看呢 美国和欧洲呢 虽然是全球爆发最厉害的 但是呢 这个这一波高潮呢 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就要过去 因为美国的这个 这个疫情呢 已经处在一种 就是平稳状态 他就是说 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上升 甚至翻倍 而是处在一种平稳的状态 这就为以后的这个下滑 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 再加上 美国这个社会呢 它是科技上 是无比强大的 今天我得到消息说 最新的美国正在试验的检测方法 只要五秒钟 就可以准确地测定出 一个人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可能都已经是第十代成品了 也就是说呢 美国科学家呢 现在正在以火箭般的速度 发明创造最新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科研成果 来对抗中国病毒 而且呢 成效是巨大的 美国这个巨人一旦动员起来 他的威力是绝非中国人所能够想象的 这个今天的这个川普招待会上 重点谈到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和谭德塞的问题 因为后天就是福祸节 所以呢 这个川普呢 必中就勤 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指出 讲从下个礼拜开始 认真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的情况 认真调查谭德塞的罪行 其实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如果认真调查的话 肯定能够查出来谭德塞的腐败行为 因为中共给他钱一般都会通过瑞士银行 而瑞士银行呢 也不像以前那样 绝对为这些独裁者保密了 或者为这些腐败官员保密了 瑞士银行面临着全世界的压力 而且呢瑞士本身呢 也遭受中国病毒的严重伤害 所以呢 相信呢 他会提供关键的必要的证据 谭德塞呢 即使现在想消耗 想把那个账户消掉 想把钱都转移走 恐怕也很困难了 更何况呢 也世界卫生组织沦陷的 就是说被中共统战俘虏的 不只是谭德塞 整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官员 全部都成了中共统战的俘虏 这个证据呢 我相信不久就能够获得 一旦获得以后呢 可以这么说 世界卫生组织呢 可能就要彻底的改组 这个谭德塞呢 也会被压到这个审判台上 因为谭德塞罪恶遭章 世界卫生组织呢 对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病毒泛滥全球呢 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